這個請教一下 尤律師 如果你是這個老公 每個月四天 要穿個差不多兩天 你撞得住嗎 其實我撞不住 其實我可以接受 譬如說就像導演兄講的 女兒想回娘家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沒有必要 我每次我都要陪她一起回去 譬如說這個禮拜 她自己回去 那畢竟我覺得她還是成年人 她自己搭高鐵回去很舒服 為什麼我一定要陪伴在她身邊 就像她想回去陪她爸媽 我也想陪我爸媽 對不對 我爸媽大家都要年紀到了 但爸媽都會老 都需要陪伴對不對 那我覺得你可以公平一點 就是你回去陪你爸媽 那我在這邊陪我爸媽 大家輪流 甚至說 但是 傻逼都會問 你老公還沒回 你怎麼回事 你沒人的工作 尤其是你還有工作的話 你還必須請假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比較超過一點的 因為你為什麼還要影響到你的工作 我們看這個新聞來講 太太好像也沒有工作的樣子 經濟負擔都是在先生上面 對 那如果你還影響到先生的工作 那你之後你想要回去怎麼辦 完全都沒有錢 對 所以我覺得先生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每個月一次 那你能接受你多久一次 你說回娘家 不然你覺得是什麼 其實我大概覺得一個月一次就 他是一個月一次 他不只 他應該一個月兩次 如果這樣算下來的話 我覺得算下來 因為他一年 五年下來 三十或三十幾萬 所以一年大概六萬 六萬的話 再除以十二個月 一個月大概五千 六千 所以你看高鐵來回 雲林來回 一個月可能兩次左右 是是是 那我覺得一個月一到兩次之間 我覺得算是合理 你覺得女生為什麼 女生為什麼會這樣要求 其實我覺得女生 第一個當然是 當然是可能 我覺得比較常見 是如果說爸媽年紀 真的比較大 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是因素之一 第一個是 因為可能在夫家規矩多 對不對 想要回去透透氣 或是說想要回去放鬆 因為在夫家 可能是要照顧公婆 再回去是被人家照顧的 那當然比較舒服 可是沒有錯 可是他一定要老公陪他去 會不會是他想要告訴大家 你看我婚姻多幸福 我老公都聽我的 這個我覺得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覺得五六年 其實這個我也是很納悶的 五年還要想要每次都 如果第一年想要先生每次 每個月回去陪他回去 那我可以理解 五年其實感情應該 感情應該怎樣 應該比較平穩的 不用擔心的 都見不到 跟小別勝新婚 所以我真的覺得時間久了 你一個weekend沒看到 其實大家分開一下 有比者空間 我覺得這樣是很好的 真的 沒有必要每次都黏在一起 那這個曉恩老師 你覺得女生的心態是什麼 女生的心態 像剛剛律師就講的就是說 當然就是你在公婆家 就等於你要服侍別人 你回到家的時候 爸媽媽都煮好吃的 然後你就不用洗衣服 不用洗碗 沒有問題 那你回娘家 可是老公這麼忙 你不要 一定要老公跟著去 所以我是沒有回娘家的 那時候當年是沒有回娘 所以我覺得像今天的道遠 還有律師 他們真的是好男人 他們真的是好男人 包含剛剛那個新聞 那個好男人 我是幾乎沒有機會回娘家 我是連回婆家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道遠現在 不只有演力圈的工作 是是是 道遠其實也在房屋仲介業 其實房屋仲介業很忙 那要你每個月回去南投 一次就好幾天 你受得了嗎 其實我算比較異類 因為我覺得我工作之餘 我希望有一個放鬆的時間 對 我覺得因為我們房重 其實是一個蠻高壓的一個工作 你常常要進修自己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月裡面 我覺得如果有一次 大概三四天 其實我會把它當作一個 就是那種假期的感覺 就是你等於去讓自己放鬆 沖完電了 我回來又可以繼續在戰鬥的感覺 對所以我覺得一個月 如果一次至於兩次 我都覺得還OK 就等於是當作全家出遊 對 而且我會說 那我們開車下去 我們沿路玩下去 這樣的感覺 道遠的岳父岳母 是是是 後面的規矩不用給他拿回來 看他會比較接著回來了 真的有在看這節目 真的嗎 上次回去那個我乾爹乾嘛 然後爸爸媽媽說 道遠你應該有講我壞話 不過是一個好的岳家 是啊 是啊 真的謝謝 爸爸媽媽 就是很照顧你婿 很照顧你 感受到幸福 是 沒錯 是是 那太太是什麼心理 我覺得這個太太啊 會讓先生這麼的不平衡 我覺得她依賴性高 從她敘述的過程中 依賴性 依賴性很高 付出比較少 回饋也低 所以我會感覺這個先生開始 第一年可以 然後越來越不平衡 然後我覺得他會有一種 可能是沒有選擇 好像變成一種慣例 所以每次都要回去 那我覺得選擇 像剛剛道遠都是可以選擇 有自由性跟沒有自由性 跟被迫是差異很大的 那我會感覺 可能他有一種被迫 像我之前有遇過 有一個狀況 我朋友 他就是他太太 沒有到那麼遠 在臺中 然後他太太就是認為說 他回娘家 你一定要開車送他回娘家 那我這個朋友 就心裡開始堆了 你這種不平衡 不爽不舒服的感覺 有一次他們徹底的決裂 就是他送他回娘家的時候 到了之後 因為路途又塞車 然後又累又苦 他後來就叫他下車 就說你自己下去回去 然後他自己就掉仇 也沒有上去打個招呼 都已經開那麼遠回去 說至少禮貌上打個招呼 他沒有 就立刻掉頭回去 從此他們的婚姻就破裂了 為什麼他不下去一下 因為他火大到極點 所以我是會感覺 那個情緒是堆壘的 堆壘到一個極致 就會覺得說 你下去 你自己回去 我其實從此之後 我再也不要回你的娘家了 到這麼決裂 不過我覺得這個男生不敢 因為他整個後去社群 頂多PO個文章 請大家評評你 對 所以我就覺得不平衡 可能更高一點 更高會更高一點 是是是 優律師這邊處理過一個很離譜的案子 是婆家希望媳婦 不要常常跟良家聯絡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他這個婚姻是 先生本來家也很有錢 現在帶路開場 所以他的條件當然也不錯 他也是空姐 然後國外留學 那個學歷外表什麼 各方面條件都不錯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他們後來跟我諮詢 他們要簽了 離婚協議書的內容 兩方就開始講 就講說他在婚前的時候 他的公婆 他的公婆就暗示他說 你不要太常跟娘家聯絡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你常跟娘家聯絡 是不是你在夫家受了什麼委屈 你要回去娘家哭訴 甚至有一點他就說 他的婆婆公公婆婆 我竟然跟他說 你們剛結婚就不要有小孩 先不要 一年內先不要有小孩 他聽到他覺得很奇怪 不是大家都每次在結婚 新婚的時候都會說 早生櫃子嗎 早生櫃子 結果不是 他的公公婆婆說 你們不要 你們還年輕 不要太早生小孩 那後來他開始不知道 後來他理解說 原來公公婆婆是覺得說 他們還太年輕 那這個媳婦到底合不合格 或是他們到底會不會長久 他們不知道 所以最好不要有小孩 不要馬上有小孩 要不然之後小孩如果分開的話 那有小孩的話 那就很麻煩 對不對 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怕家產 被帶走或怎麼樣 反正他就覺得他這件事情 對他是傷很深 然後甚至後來 因為但是很奇怪 就是說我們後來他們離婚的時候 有一點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因為他後來南方家裡面 因為前幾年大陸那個工廠 其實台商經營的不好 就倒了 所以那個南方先生家裡面 其實家境就沒有這麼好 然後崩婆就要求 要求說那是不是 因為以前家裡好 有幫用什麼的 完全就是太太 完全吃好做勤勾 完全不用打掃了 後來幫用不請了嘛 就開始要打掃了嘛 太太就就不願意了 就開始不願意 就覺得說我帶小孩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公婆做就好 那重點是傳到娘家 娘家就開始又有一點話語 又出來了 他其實最最 我覺得壓寡 落口最跟倒掃就是說 因為後來 因為其實他們長期來 大手大腳花習慣 那就少了一份薪水 他們希望說這個太太 這個媳婦可以出去工作 可是媳婦就拒絕 媳婦就不願意出去工作 然後那個 那時候他的娘家的 爸爸媽媽就回來講說 我女兒給你家 不是要去受苦的 是要去享福的 甚至最後一句話 就罵出來說 今天好 你叫他上班 我們要錢 不是 賺到你家的 要家的也是自己家的 要賺也是他自己花 態度放這麼高 對 態度放很高 態度放很高 所以後來他們真的兩家 鬧得不愉快 就鬧得非常不愉快 尤其是 您太太有長長回娘家嗎 蠻長的 多長 其實大概兩三天就回去一次 兩三天就回去一次 因為我娘家很近 台北山頭很近 所以兩三天就回去一次 過個橋就到了 可以拿錢回去嗎 你說我嗎 不是啦 就是你們 太太 太太喔 有些是不希望 太太常常拿錢回娘家 因為我們這裡也要養 因為我太太家境還要OK 所以不太有錢方面的煩惱 這麼好 所以還好 這樣子這個太太 所以我輕鬆很多 太太家事也不錯 那錶可以多買幾個 錶算了 夠用就好 過袋就好 過袋就好 又開始冒汗了 對啊 岳父也有在看對不對 對啊 不要這樣子 要不要害我 回去表達清茶這樣 我覺得 不去限制太太回娘家 可是台灣人有些有覺得說 太太回娘家太頻繁 好像 對夫家也 但夫家有時候也不舒服 對不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www.blogspot.com